Hello 大家好 我车上了 今天咱们来看一试戟的L7 那像熟悉大家车的粉丝朋友们会知道 我们以前也是一个老车主 二年三月份这一车是上市发布 到现在二十四年它也迎来了改款 你看现在售价是29.99到41.99万元 那最高顶配版本价格是下调15.89万元 那现在还有现实的购车好里最高可想6.38万 二十四款的L7升级了哪些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 二十四款的质戟L7车身长度5108毫米 车宽1960毫米 车高1米48多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车身长度比之前是要长了10毫米 可是轴距而保持一致 3100毫米 那其实像外观设计我觉得跟之前是没啥区别的 还是那个先锋美学设计 现在质戟四款车里边L7反而成了设计最特别的 绕完车以后我发现二十四款最大升级在这 你看激光雷达就驾驶辅助 还有车内的舒适性配置 那具体有哪些 我们车内看 本身轴距9 3100毫米 地板又是纯平的 你看我身高1米67 西部空间很够 那头部空间对于轿车来说也算充裕 这回基于权威的设想空间还做了一些升级 我先说硬件部分 你看二排它坐垫是增加了30毫米的 那现在也能兼顾好不同身材的乘坐体验 在功能性上它是同级唯一的全车座椅大满配 你看常见什么加热通风功能都不说了 还有按摩 包括说电动腿头调节 还有二排的一个无级靠背的调节 然后看这儿一个磁吸的拓展物 我们可以用官方给的一些配件 可以粘上一些什么化妆镜啊 然后台灯啊 iPad啊 一个后桌板 反正发挥你的想象力就对了 在前排内饰对称式设计 你看主副架特别大面积的联屏 还有扶手屏三个屏幕 我发现半幅式方向盘已经成为自己的车 在内饰上像一个标签一样的存在了 那在LT上也是没有缺席的 那车机系统就是IMOS的车机系统 然后在AI交互上 我发现有很多有意思的功能 比如说像智慧灯雨啦 然后那CarLock可以帮你拍拍Vlog啦 还有一个叫做自己的大模型生成功能 我们来体验一下 你可以帮我画一幅你心目中的女神吗 已为您生成了一幅画 哦你看原来她好这一口岁月镜好风 二四款的智慧一期中期改款嘛 动力总成的还沿用 其实二年那会儿呢 我就已经试驾过 我当时的感受和印象就是 它的底盘是非常紧绷非常高级的 也很符合我心里边对于一台豪华车 它应该有动态的感受 那这也是得益于它是同级唯一的 全14轮的制控底盘系统 你看像四轮转向这些功能 你放在旧时的豪华品牌来说 你要花个大几万块钱去选装 但它不是 它是全系标配了 所以说这几L7真的是让你能够 以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入手门槛 去享受到豪车般的驾控体验 到了二四款L7最大亮点来了 就是它是全系都标配了 激光雷达 还有英卫达的欧伦X芯片 并且呢也是能支持城区NA的 那现在呢 自己的高速高快NA功能 今天也会在全国各城市 陆续快速的开放 你看像什么通勤模式的新型版啊 还有一键代价 能够让大家去价值的 这台智己L7更加轻松的代步 在刚刚过去的二月份的 新L7的发布会上也说 激光雷达兑换权益呢 是如约落地了 从二月二四号的晚上十点 到四月十五号的晚上六点 开启兑换 那第二季度呢 就可以倒点去安装了 今天看完二四款的新的智己L7 最大升级当然在于 高阶驾驶辅助啊 还有说配置的提升上面 而且呢现在还有新车上市的 现实福利可享 那其余大家车 作为智己L7的老车主啊 也感慨 在对老车主承诺这件事情上 智己呢是真正做到了 言而有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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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loading Rang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